一支是编排程式 那我们刚加了抠度以后呢 好,抠度怎么写程式呢?首先 务必要在哪里?物件工具哦 在物件工具下,移到这里来 当你移过去,它被你侦测到旁边就会发光,有看到吗? 接下来就表示选到了哦 按滑鼠右键,再来点选 编排程式 那编排程式的时候呢,它就 当发生什么事情,做什么事情 动作,当发生什么事件,做什么动作 叫混跟度 那你想让抠度移动呢,我们怎么让它移动 当然是使用键盘,对不对?所以呢 我们现在混的地方,点一下 好,就出现哦,当发生什么事件呢 我要使用键盘,让抠度移动 点选一下,那就加了个键盘哦 加完键盘以后,还没完,再来加 键盘有很多按键啊,哪一个 所以再点加,键盘哪一个 哦,这键号键 上下左右,那也有wasd 老师为什么两组,你可以在抠度设计双打的游戏哦 一组使用这个,一组使用这个 那我们现在只用一个一,来 上下左右方向键来控制 抠度怎么去移动 好,来,事件发生哦 当使用者,也就是你哦 按键盘的上下左右,我要让抠度 做什么呢?就叫做度 度的中文就是执行 执行什么事情? 好,加动作给它,点这个加 你要让它做什么呢?我们让它做,你看就看懂了 叫什么?移动 哦,点移动 哎,点错了,再来选移动 哦,那顺便跟同学讲,如果要取下按ESG Escape键回来 哦,哎,那我们程式就结束了哦 所以让抠度移动程式就是这么简单 好,按什么呢? Escape键返回,对不对? 这时候要执行要点哪一个?现在是在编辑状态哦 请同学点选这个箭头 哦,这时候呢 你的方向键就可以让 上下左右,哎,抠度在听你指挥咯 所以呢,让抠度上下左右移动 就是我们往前 往后 往左 往右 哦,就可以移动了 那么按ESG再回来 好,那怎么看程式码呢? 第一个要点选物件工具 要移到这里来 对不对?点选物件,再看哦 当你滑雪棒靠近它 旁边发光就表示选到它了 这时候按右键 再来看什么呢? 我们刚刚写的程式码在这里 够简单吧 当你的键盘的上下左右方向键被你动了 就去做什么事情? Do,让抠度去做移动 好,按ESG回来 这个是设计,那要执行就点这里 好,请同学试试看